在队友琼斯杯中华队女男国手陈玉杰助攻下 议长童子伟运球如露无人之地投篮得分 获得大家的喝彩 2024第30届基隆一姓杯3对3斗牛赛 8月3号在七堵民的国中热闹开打 那感谢大家来这个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来参加这个比赛 我们希望可以借由这个比赛来这个 一方面以球会有一方面来 借由比赛来提升我们自己的球技 让我们更加的完美 那比赛是一个竞争 有竞争才有进步 刚刚我们这个执行长也有讲 这个输了 要当场 有放觉得不对的要当场讲 不要打完以后再去抗议 那大家要有风度 这个比赛要有军子风度 人生就是一场比赛 包括议长童子伟和市长谢国良 都先后到现场致议 肯定基隆一姓的用心 也为参加三对三男球赛 总共252队的选手们加油打气 虽然我的身高身材看不出来 可是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一姓碑第四名 知道为什么吗 三打三就找一个高的跟你一队就好了 要有人抢篮板 有人投篮准我负责洗球 所以一姓碑获胜的关键有很多 除了你个人的技术非常厉害 或是有很高的队友 或是有很强的朋友 或是你们三个默契很好 也可以像我一样 找两个很棒的队友 好不好 三打三是这样子的精神 可是我当初其实是 非常热爱篮球的一个小朋友 所以非常敬佩一姓碑 可以办三十年 我今天本来想找我那时候的那个衣服出来 因为他每一年都发一件衣服 T恤 可是真的说真的 这日子实在太久 好难找 找不到 但是我想要肯定一下一姓 这样子对我们一个篮球运动 长期的一个支持 你想想要一件事情要做三十年 真的非常不容易 给主席跟副总一个掌声好不好 非常感谢黄主席 黄董事长 对于我们篮球界的付出 國良未来跟林佩祥委员 也预计引进SBL篮球队 进入到基隆来 能够成为基隆在地的球队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篮球更好 让基隆更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议长同志委 除了为参赛选手们摸彩之外 更和琼斯杯中华队女男国手 陈玉杰组队 和明德国中校长徐仁斌 以及一姓合作社副总林坤煌等人 一起下场打友谊赛 气氛非常热络 琼斯杯中华队女男国手陈玉杰 小时候就曾经来参加过一姓杯三对三斗牛赛 能够再度获邀参加非常开心 我第一次参加一姓杯是在我国小三年级的时候 然后当时其实是没有国中组 那我又是唯一一个就是跟着男生抱对的女生 所以当时我是觉得很新奇 然后也是我第一个生涯第一个篮球杯赛 所以那当时是还蛮认真看待 但虽然因为年纪差距 我们跟我的队友们都是我的家人 对然后我们是以前输的状况 然后就是结束的那一年 但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经历 是因为我们很勇敢的去挑战自己 主办单位也鼓励青少年朋友借由斗牛赛 能够以球会友相互切磋球技 记者吴俊松 张志佳采访报导